既然試過這筆 不如我們又順手試一下手機的Apps 如何翻譯 這個就是Google Translate 看看Google Translate 又翻譯成怎樣 我想去新宿站 新宿駅はあっちです 新宿駕出去了 我想去上野站 我想去原宿站 新宿駅に行きたい 我想去池袋站 池袋駅に行きたい まっすぐ行って 耳にまがって 直行定向右轉 請問去大阪的新幹線車票 在哪裏買 わたしは大阪寒大な新幹線の きっぷを買うためのきっぷに行きたい みどりの窓口に売っています 今日の廚師推介は何? 今日のシェフスイシンブ チキンラーメンです 雞肉麵 大阪の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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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の中 另一個我們要試的手機翻譯軟件 當然就是Microsoft Translate 這個軟件Microsoft也做得蠻好的 我們儘管試一下它用它的Translate來比較一下 它除了可以一句一句翻譯之外 其實按旁邊的按鈕 一樣可以對向翻譯的 試一下吧 我想去新宿站 新宿駅 我想去元宿站 原宿駅 這裏就有些奇怪了 大家看一下它的譯法 文字上它就有些古怪的 因為ITTEKIMASU 這句文字是代表去完之後會回來的 但我的原意就沒有說過我會回來的 所以這樣譯法其實有點怪怪的 另外其實語音和文字上其實有差別 因為因為ITTEKIMASU 因為ITTEKIMASU 是去完之後會回來的 是沒有大錯的 但是聽語音它就用了OKONATTEIMASU 即是舉行 但是這個完全是譯錯了 所以語音和文字是有差別的 我想去上野站 我亦都沒有表達到我想這個意思 因為它是去的 這個東西是多少錢 又是聽錯了 你可以看到它聽錯了我説話的 借過多少錢 這就對了 你用語體文就沒有什麼點錯了 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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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大阪的新幹線車票在哪裏買 ここで大阪への同性愛者の新幹線票 どうも パスポートお願いします これをコピーして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これが全ての違いですね これが、プレゼの使用のができることができる これが、プレゼの使用のができることができる これを見てみましょう Microsoftの読用のは 我們可以發現他聽廣東話都很一般 他聽廣東話都很一般 反為日文翻譯都還可以 如果我跟他相比 我就會寧願用Google Translate 因為Google Translate都很準確